Norning Sony Reviewer的確 ізicaproOS 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Gary 我是Suser的工程师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開發OpenSuser 所用的就是 我們所用的一個工具 叫做OpenBuild Service 我們簡稱OBS 會開發的工具主要原因是因為 所以在開發一個Dicture的時候 最麻煩、最繁重的一個工作就是打包 就是packaging 如果只是一個maintain的Raw 如果只保持一兩個package的話 那可能還OK 可能就自己的system上build一下就好了 但問題是如果說有成千上萬個package的時候 那其實就很麻煩 因為像是你的Glibc 如果譬如說最底層的Glibc有什麼變動 然後可能大家都需要變動的話 那你可能整塊的那個distribution裡面的package 都要同時變動 然後變成說如果你要手動去做的話 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後另外就是 你每個maintainer card可能用的那個build system 可能如果說是用自己的電腦的話 那可能configuration 或是他用的那個package版本可能就不一樣 那如果這樣編出來的東西 搞不好有些不相容的問題 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就是開發一個叫OBS的東西 然後OBS的話 它主要就是為了要能夠讓package的這個動作自動化 而且每一次都是保持它一致性 然後而且它每一次都可以重現 所以就代表說 我不用去煩惱說我這個package build出來 會不會有不相容的問題 然後而且大家都可以 就不用再煩惱說我這個什麼時候重build啊 什麼時候要幹什麼 就整個system會幫你 take care 所以簡單的idea就是這樣子 我maintainer有什麼source code啊 有一些patch啊 然後有changelog什麼東西隨便 然後我就丟到OBS上面 然後它就幫我生一個package 它要package出來 可以是rpm可以是deb 或是任何它support的一些format 然後目前我們support的在OBS上面 就open suzer的 就open suzer的OBS上面 有大概support這一些distribution 像sueser enterprise跟open suzer 這是一定會有的 然後像redhead啊 fandora 或是ubuntu debian 或是mandriva 或是mangear 或是merd 那種 這些其實我們都有support 然後support哪些architecture的話 其實目前的話 在我們build設計上面 有support最常見的i586這種 X8664 powerPC跟IA64 還有我最近最流行的on 這些都有 因為它主要OBS 它主要是用一個開一個vm出來 然後setup它的basic system 然後之後再build package 所以理論上只要vm跟你build-based system 有做出來 那其實任何的distribution都可以做 然後接下來的話要介紹說 OBS它現在是怎麼運作的 OBS的話其實算是 以概念上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管理project跟package project的話代表說 就是它project的話定義說 我這個project裡面有哪些package 就是它算是包含哪些package 然後我這些package要怎麼去build 那些source從哪裡來 然後它的patch從哪裡來 還有一些像是我這些package 這些package是針對哪一些distribution 然後針對哪一些 architecture來做 然後package的話就是我們現在要build的目標 然後就是我們希望說它可能是變成rpm 變成deb那些就是它可以定義出來 所以OBS的話主要是管理package 跟project OBS的話其實算是一個web service 然後所以它有 我們有提供一個web UI 那web UI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然後它的web UI可以看到說就是 我可以create一個package 一個project或package 然後這邊有定義說 我是針對哪一些distribution去做的 然後這邊我的話 我是針對哪一些distribution去做的 State Enterprise SUSE Linus Enterprise 然後這是SP2 然後我現在有 譬如說這是12.0 OpenSuite的12.1 然後我這邊還有定義說 譬如說我用哪一些 哪一些actature要build 就是像目前這個project 用的是最常用的 i586跟x8664 然後這邊會跟你講說 有哪一些成功 有哪些失敗 然後可以點進去 再看說 你有哪些東西要修 哪個page 你可能要多加些什麼東西之類的 然後除web UI之外 還有就是Linus工程師 最愛用的comment line 然後comment line的話 我們那個它其實 它的名字是osc 就open service command 然後你可以 其實它comment line用 作用其實跟剛剛的web UI差不多 但有時候會更強大一點 有一些像是密技之類的 就是你可以直接修改 它一些config的設定 然後不用再另外 另外在web那邊點在你點區之類的 然後可能就你用 你只要用你的text editor 然後改一改 它再apply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ost它是用python寫的 所以它基本上移植性很高 其他distribution其實要用也是可以的 所以它基本的idea就是這樣子 我有那些frontend的comment line 然後我可能就是發出一些request的出來 可能我要新增一個package 然後我要新增一個project 或是我要create哪個package project 或是combin你自己的source 因為你要更改 譬如說我的某個source1.0 然後update到source1.1 然後通通經由這些request 然後就是經由那些clins 丟到那個backend service裡面 backend server裡面 然後backend server其實就像一個黑盒子 一般user應該不會知道他在幹嘛 但是你丟進去之後他就幫你做事情 然後做完事情你就知道他的結果 那他的backend component有哪些呢 那其實可以看到這邊分帶有好幾樣不一樣的component 首先的話是這個source server source server的話它主要就是管理說你user 他upload哪些source上去 然後他的patch在哪裡之類的 等一個obs user他upload的source之後 然後source server他會發出一個event給scheduler scheduler算是他這整個圖裡面最重要的一個component 因為他算是會聽所有的event 任何event都會到scheduler這邊 然後scheduler就分類說我要去接下來這整個系統要去接什麼 然後每個scheduler的話他會照不同的architecture來分 因為不同architecture可能有一些不同的需求 所以我們這邊有很多不同的scheduler 然後像這邊我就畫大概兩個 就是i586跟x86的事 然後每個scheduler他基本上他會 像剛才source server update之後他會計算說 有哪些package需要被重build 然後有哪些dependency他需要 然後再根據這些東西 把它變成一個job description 然後把這個送到dispatcher這邊 dispatcher的話他就是用來監控說 下面有哪些worker他是可以使用的 而worker的話他算是真正在build package的 所以說dispatcher他會看說有哪些worker available 然後他把job分散下去 然後每一個worker應該說 worker的話旁邊你可以掛一個warden warden的話他是算是說 他去監控每個worker的情況 因為有時候比較壞運氣比較差的話 某個可能你的machine有一點問題之類 然後有些worker他可能build fail 然後他可能還是卡在那邊 然後整個process沒有結束 然後這時候warden他就會去把那個worker結束掉 然後讓整個資源 整個resource他可以釋放出來給別人用 然後給了worker之後 然後worker他會從source server這邊把source 把那個像是source table還有他的patch 甚至像是spec file之類 他會把它拉過來用 然後另外就是他會從rip server這邊 他會拉一些dependency的package過來 所以他由這些東西 他由他的based system 然後裝些他的dependency的package之後 變成一個最簡單最簡易的小的一個build環境 然後再用那個環境去把source編成 我們要的東西 然後等一下編完之後 他就會把build result丟給那個rip server這邊 然後rip server這邊就是主要就是 存在一些已經編好的package 而rip server這邊你可以加掛一個signer signer的話它是等於說你去簽署說 這個package是哪一個project編出來 然後他會把它在裡面加個簽章在裡面 所以你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說 我這個package大概是在哪一個project 或是怎樣 所以主要這個方便的地方在於說 我們在official release的時候會 會簽上說我們signer自己的key 然後簽上signer自己的key之後就可以驗證說 這個是從signer這個official project這邊來 然後我要不要update這個package 然後等這些結束之後 然後schedule會接到一個event 他會接到說我們這些都已經結束了 那很好那就publish它 所以他就會送一個publish event給publish 然後publish的話他就會從rip server這邊抓package過來 然後丟到download server download server算是另外一個像是ftv之類的獨立的server 然後所以user可以直接從這邊抓到他要的package 所以user看到這些流程基本上user看不到 然後只有最後這邊出來之後 所以應該說end user他不會在意在這邊 他最在意就是有沒有東西出現在在download server這邊 然後有download server這邊有的話 那end user就比較高興 然後簡單介紹完整個build service 他backend跟frontend的流程之後 那他的問題就是各個package maintainer之間要怎麼去合作 這個的話其實我把它簡化其實有好幾個指令 但我把它簡化到兩個 最後最簡單的兩個就是最實用的 然後第一個是branch 就是你可能有一個parent的project 譬如說叫projectA 然後譬如說有好幾個人同時要對這個projectA裡面的 某個package去做一些改變 那但是你又不可能說每個人都去改這個projectA 因為可能有人改爛掉啊 然後有些人可能有些conflict 然後他改那個他改那個 變成說如果說你如果直接開放每個人去access這個project 那其實不是很合理 所以你這時候可以用branch branch的話它就是它可以create一個branchproject到你的home下面 譬如說我按branchprojectA 譬如說我按branchprojectA 然後package的時候 他就會幫我生一個home userA 然後branchprojectA 然後這時候他就會把projectA裡面 他的projectsetting啊 他用哪些architecture啊 他就幫我setup好 然後就直接把這些setting直接call過來 所以我就不用再廢例說我 就是setup project 然後跟原本project一模一樣 然後除了setup好這個project以外 他還做個link到這個project 到你要的package 因為他只是個link 所以你任何 然後他等於說如果說這邊projectA有任何改動 然後你這邊其實會跟著連動 而不會說你miss掉別人改動的東西 但是你自己改動的話 它會另外存成一個diff檔 這個diff檔是系統上面會出現的diff檔 而不是你自己maintain的diff檔 所以你在改動的時候 可能譬如說update一個source 或是update一個patch 你看到的東西還是那個樣子 但是系統上會自動幫你生出個diff檔 然後等你覺得說你這些開發 你在你的homebranch這邊開發 覺得ok了好像一切都很好 然後你想要summit回去的話 那可以用summitrequest這個指令 然後他主要就是說我這些ok 然後我希望projectA這邊的maintainer 能夠幫我review一下 然後看說能不能進merge到這個project裡面 然後summitrequest的話 基本上就是把你的diff 把你那個diff伸出去 然後給那個maintainer看 然後maintainer看到之後 就會開始review你的diff 如果他覺得ok 那他就會直接把你merge進來 然後就變成說 他就merge到這個projectA裡面 然後你之後看 看影片要把你自己的homebranch砍掉 或是留著也可以 不過基本上現在預設的話 是你如果summit之後 你的homebranch這個package就會自動被砍掉 所以你下次有要改動的話 再繼續branch 然後再來就是講一下 open-suser 我們到底是怎麼開發的 基本上open-suser的話 我們可以分成兩個 一個是現在的release 或是下一版的release 現在這一版release的話 就會放在一個releaseproject 跟一個updateproject裡面 然後以現在來說的話 我們現在release版本是12.1 那我們就會放在 open-suser-12.1 還有open-suser-12.1update 然後這個project的話 它是就是在release那時候 所有的package 就是那些編好的package 然後就是我們release的package 都是放在這邊 然後如果有任何update的話 那就是放在update裡面 然後每一個packageupdate的話 因為這已經是release的東西 所以我們必須確保說 這些update不會被人家破壞掉 然後就不會破壞掉user任何東西 所以就變成說 需要有人review 所以這個的話就變成說 每個update的話需要有maintainance team去review 我一個maintainance team 然後有一個簡單的QA這樣子 然後等的maintainance team覺得 你這個東西ok 然後它就會收下你的summit 然後之後再真正丟到update的project裡面 然後一般來講的話 因為在我們OBS上面 其實沒有那種bug tracker這種東西 所以我們會另外setup一個 然後每一個update的話 我們這邊規定是 就是都至少需要一個 就是你要一個 bazia entry 就是對到你的update裡面 要不然就是 要不然別人看到之後 可能不知道你這個update在做什麼 然後可能某個bug有討論 那是你看到那個package 但是你都在做什麼 然後變成說你可能連到bazia去看 看他們怎麼套 這個bug到底怎麼形成了 然後這個再來就是你 我們release version用的maintainance process 這個update 算了 你看到 這邊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open source 12.1 這個project 它是 跟 其實它是那個 應該說 update project 是在 based on這個release project上面 然後其實如果 如果說你 你的 你那個release project裡面 那個package 後來都沒有被更動的話 它就會一直待在那個release project裡面 那如果有被更動過的話 那就會待在那個 update project裡面 然後等 當那個 當那個 某一個可能maintainer 或是某一個contributor 他想要 想要update 某一個package的時候 他可能 覺得寫了自己解 哪個bug 然後他要update這個package 然後他就會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用mbranch mbranch的話其實跟 我剛剛講那個branch 其實是差不多 但是它會 它會幫你檢查說 我現在有沒有 現在就需要 需要從哪個project去branch出來 然後 等你 等你把這個整個 整個東西做完之後 你可能就需要加一個patchinfo patchinfo的話 就是代表說 我這個patch裡面做些什麼 然後裡面會有一個buzzier的number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是會解哪個bug 然後 等這些都setup完之後 然後那個contributor就可以用maintainance request 送到那個maintainance的這個project裡面 然後maintainance request其實跟summit request是差不多 但是它會幫你自動送到一個叫maintainance 然後後面加著maintainance id的這個project裡面 然後 所以maintainance team看到之後就會開始知道說 我要針對哪一個package去review 然後之後要怎麼做之類的 如果等maintainance team那邊覺得ok之後 然後它就會收進這個project裡面 然後再把你的package update後的package放到update裡面去 所以整個流程大概就是這樣子 除了現在release之外 那可能像我們現在開發的那個 下一版就是12.2的 它開發流程大概是怎樣呢 這邊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所有的下一個release的package的話 會放在opensuzafactory這個project裡面 所以這個裡面的東西就是它 應該說目前suzza可能就是最新的 或是一些下一版要用的東西 所以最開始的話這個會非常的不穩定 因為大家可能隨便什麼東西都丟上去 然後看它build的成績怎麼樣 然後開QA測試這樣子 然後基本上它 這個是最終的project 但是基本上所有開發過程會在developproject 它下面有一層是開發用的project 然後就是一層一層上去 然後就是我從developproject去branch出來 然後把我的change submit到developproject 然後在developproject的maintainer 再往上送送到factory裡面 所以就是等於說中間有一層 有人在把關的 不是說什麼東西都送到factory裡面這樣子 就省得說可能有人搞一些什麼奇怪的東西上去 然後這邊update的話 基本上是developprojectmaintainer自己去review 然後maintainersteam可能就不太會管這些 就是這個developproject的人覺得OK那就OK 然後所以說在這個階段的話 你要亂搞什麼都可以 但問題就是那個maintainer要統一就好了 然後如果畫成它圖的話 大概就是這樣子 最上面的話就是opensourcefactory這個project 然後下面有一些像是basedsystem 然後gnonfactory 或是gnonapps 或是sexhook這種 這種這類project 然後如果我要譬如說我要針對 針對那個gnonfactory裡面的東西改動的話 那可能就先branch出來 然後改完之後再submitrequest回去 然後等這邊它覺得review完它覺得OK OK之後它就會submit回去這邊factory裡面 然後這個就是基本上我們開發的流程大概就是這樣子 OK 好 然後如果說你有人想要試試看的話 就是可以到我們的buildopensource.org上面 這是我們opensource架的OBS 然後這很歡迎大家任何人都可以來註冊然後來使用 有任何問題嗎 不好意思喔 請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提供那種可以自動 從那個sourcecode的repository那邊抓 抓sourcecode下來 然後自動編成一個rpm的服務嗎 它其實有一個功能是可以從git或svm去抓下來 但是你那個project那邊要特別設定一下 就是你要從哪一個gitreport或svmreport抓下來 然後它就會等於說定期去抓 所以它是daily的 它可以 daily我不太確定 反正它就會固定時間去幫你查看有沒有新update 它就幫你抓下來 好 謝謝 還有任何問題嗎 問一下那個sourcecode 其實我今天用這個service 比如一個pave 我sourcecode會看到 所以一般公司如果來用這個 他們不會想要怎樣 看你的 其實如果說你公司自己架一個obs的話 那就你們公司內部使用就可以不要release 但如果說到open source這邊的話 那就 因為我們這邊全部都開放的 所以大家都看得到 但如果說你要自己架的話 那就可以了 像intel他們那個migo那些 他們都有自己架一個build service 然後他們自己做那些build 還有問題嗎 謝謝各位